在加州湾区滑雪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首先选一个人多的周末 再选一个人多的雪场 带上朋友们四个小时的车开启 沿途看看风景 再看看车祸现场 同时被堵住 我们安全到达雪场啦 下个缆车准备开滑 享受一下雪场的风景 前面那个就是太浩湖了 开滑 你的光芒山药像水狗的 如见如尽了我眼眸 到底要怎么样的口吻 才能让你内心点头 是我猜不透你的围绝 是我察觉不到的危险 别怕离开挂在嘴边 让你慢慢靠近我 是我没把握你心跳的节奏 换了一对轻调的借口 也只会我心碎的理由 Don't hurt me baby Don't hurt me 告诉我你现在的感觉 你的眼神都那么明显 不怕结果拖延到明天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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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be we just be so dumb Anyone but you're so wrong 当月再次走上 当然也要体验一下跟大地的亲密接触 也要体验一下小闺蜜被陌生人撞飞 中午歇一下 人太多就不去餐厅了 靠光和作用补充能量 烂洋洋的看着这蓝天好舒服 写好了继续滑雪 看看学场里的神奇小动物 小松鼠不是应该在冬眠吗 哇 正经人谁划蘑菇到啊 其实这蘑菇看起来还有点有趣 要不我们试一试 我为什么要上冰蘑菇啊 怀疑人生 看别人划蘑菇倒是比自己划好玩 划了一整天累死了 累了一天到了烤肉开吃的时候啦 我们自己带了肥牛 牛蛇 骨花肉 鸡翅还有和牛 自己烤的肉特别香 运动了一天能吃口肉真开心 来来来 给你们也来一口 以上这就是弯曲滑雪的体验啦 这期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咯